葉玉蘭今天又在那邊出來講說 他是挺警察 不挺黑警 告訴你 搞清楚狀況嘛 什麼叫黑警 我一直在強調說 你把兩個月前的香港畫面 鎮報警察的畫面 跟現在的鎮報警察畫面拿出來看 多少警察是變胖又變高 表示那個已經不是警察了嘛 對不對 那個不是武警 就是解放軍啦 之前六千多個解放軍進去軍營 深圳軍營之後 他到現在沒有出來 那些人跑去哪裡 對不對 你有注意嗎 什麼成交應變 緊急應變隊 那些人本來就是在鎮報的 本來就是在打暴徒的 打監獄囚犯的 現在全部派出來對付大學生 對不對 我們在這個在座很多小孩 現在也都念高中大學以上 你看到那個如果是你的子弟 被關在那個學校裡面 不准出來 要嘛你就投降 不然的話我就把你鎖在裡面 用那種催淚瓦斯 用那種什麼 自動步槍 對付這些學生 那你今天葉玉蘭還講說 為什麼這些人 警察使用武力是錯的 為什麼視為群眾使用暴力就是對的 你還是把這些學生視為暴徒嘛 對 你今天的立場跟看法 就是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就是用不同的眼神在看這些學生 我跟你講大學生 中文大學跟香港理工大學 世界排名是比台大大的 比台大更前面的 對不對 那你今天這些大學生何孤 他們只是爭取他們未來要生存的方式 你們這些老黑人 你怎麼關那桌要幹什麼 20年以後這些老黑人都拿到台了 對不對 以後的未來是這些大學生 你跟人家自首這麼多幹什麼 所以常常講說你葉玉蘭 你今天又要講這個說暴力暴力分 你一直一開始你的定位就是錯了 你就把這些大學生視為暴徒 視為暴民 所以你怎麼看的話 都是戴著有色眼鏡在看這一場抗暴活動 那我想起來我們以前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六四天安門 你知道多少年輕人看到那個畫面 是義憤填膺你知道嗎 所以我現在也可以感受到台灣的年輕人 看到香港這種鎮暴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像我們當年在讀大學 看到六四天安門那個樣子一樣 當然他們要出來積極爭取嘛 對不對 你葉玉蘭出來 你到現在你還沒有改口 那你國民黨還是指摸不扶 希望他能夠 他們說道德圈 像葉慶允有道德圈說說 希望這些人可以自己退 你什麼時候看過國民黨的那些人 對不對 咬著一塊肉之後他會自己把它吐出來 沒那種事情啦 對 就像謝龍介一輩子要當立委 當不上的話 他現在有不分區 他怎麼可能會自己死 對不對 所以你不用想太多 而且吳思懷去中國 聽習大英講什麼時候道歉過 現在為了不分區他道歉了 他就是不想要退出不分區嘛 我跟你講吳思懷講那些東西也是 他說怎麼坐在那邊聽中共的國歌 那是什麼國際禮 對 1936年柏林奧運裡面 韓國有個代表叫做孫姬貞 是得了馬拉松金牌 那個時候因為韓國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你知道他在領金牌的時候 他故意把那個桂冠 把他那個日本國旗遮住啊 他就是不讓你看 因為他人家問他說為什麼你這樣 他說我是韓國人 我不是日本人啊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你吳思懷 你還退將耶 對啊 你還令我的退休金耶 我就跟你講說這個真的很誇張 你今天是一個退將 是一個中將 你的軍人魂在哪裡 對不對 你那時候每天效忠領袖對不對 效忠領袖那你現在是效忠誰 效忠國家 你以前的國家叫中華民國 現在國家叫什麼 你可以要不要解釋一下 對不對 你有沒有那個guards 在那個場合裡面 你聽到中共的國歌 你可以要不要不站起來 可以坐在那邊 對不對 你那時候坐著不要站起來 人家現在不會這樣跟你說 好啦 那我們再講說 今天那個邱毅啊 他不是跑去登記立委嘛 新黨第一名對不對 對啊 陪他去的那個人叫什麼 郭冠英啊 哇 他今天去的時候 還講了一句話 聽到真的會腦衝血 他說他是幫共產黨 在監督台灣區的選舉 台灣省的選舉 台灣省的選舉 真是氣死人 對啊 欸這不僅不是一國兩制了 台灣省欸 一國一制 對啊 他是已經跟廣東省跟江蘇省跟什麼省一樣 平行的台灣只是大陸的一個省欸 欸你一國月而已六萬塊越退縫 對啊 你競然說這種話說會出唇 這樣說會叛國嗎 對啊 所以就覺得說欸 邱毅那個說是因為什麼 吳敦義找他來 要當玉錢帶刀世衛的對不對 他刀子比較會砍 可是人家還之所進退 至少說啊我新黨我是 就像我們今天講了 又紅又同對不對 那又紅又同的話 他覺得我國民黨不是 因為國民黨喊本土話 喊了多久了 喊了多少年了對不對 你好不容易 讓人家覺得說你國民黨有在地的感覺 有本土話的感覺 現在只有這樣一句話而已 只有這些名單出來而已 我說真的 你的本土話真的是毀於一旦